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今天来干什么呢 我知道 你为什么刚才从他身边走过 你像一阵清风一样 都不太搭理他 我觉得我跟他 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之前也 也有跟他说过 可是他没有给我机会 他自从整容以后 就改变了太多 变得我都还不认识他了 特别是那个男人出现以后 现在我只要一闭眼 满脑子都是 都是那个男人 跟他抱在一起的画面 我没有 我当时真的只是喝多了 你怎么没有 你现在还在脚变 你装什么装 我没装 我告诉你 我当时看得很清楚了 我也只在乎你 你在乎我 你在乎我会做那种事吗 你都跟他抱在一起了 都亲在一起了 真的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别在脚变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 就算你整一百遍容 我都不会看错 这样的情况多吗 还是只有那一次 那次我也是 我是听到我同事说 之后看到他跟一个男的 在酒吧里面喝酒 他好像喝多了 然后我不放心 我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我刚开车到酒吧门口停上 就看到他 他跟那个男的抱在一起 我当时很生气 我冲上去就把那个男的打了一顿 不是 我关键是我关心 你把他打了一顿之后 那个男的什么反应 他是跟你对质的说 我就是爱他 我就是喜欢他 还是跟你解释 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他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 那男的可能也喝多了 你打完了之后 你就走了 他们俩还在一块 我打完以后 我就带着他走了 我就把他拉走了 说实在的 你是不太在乎他的容貌的是吗 自从我认识他开始 我就感觉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而且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一直都在 为着他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去奋斗 我当时在难过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安慰我 我就感觉他就是我要寻 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女孩 那整完之后 刚刚出来拆掉纱布 面对镜子的时候 你内心看到他新的样子 是有陌生感 喜悦感 还是别的感觉 我当时的确也会开心 也会感觉很陌生 因为他整容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怎么变了 自从整容以后 他就慢慢的开始忙起来 这个我也能理解 但是 你就用不着每天都喝得那么醉吧 而且有时候还 夜不归宿 都证明自己 我没有夜不归宿 我知道你证明 但是你没有必要 我只是回来比较晚 你没有必要这样去盲目伤害自己吧 喝那么多 晚上回来又那么吐 那你今天来是干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说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纠缠我 我们分手吧 他真的只是我的客户 你客户你就可以这样抱在一起 客户就可以这样 这样揉揉抱抱 亲亲我我的 那客户今天来了 在第二现场 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就让他过来了 我就不相信你 你知道我怎么相信你 那我们看看吧 我们聊一下吧 好吧 我们共同面对吧 行吧 来把第二现场打开 来 回头 你好 13号 我叫黄雅俊 是小倩的好朋友 以及红作伙伴 小倩的好朋友 对 你今天来是什么目的 小倩 很难哀求我 说想挽回他的老朋友 我就想帮他请亲 我们两个是真真实实的 没做过任何事情 你没做过任何事情 你不来现场 你为什么到那里 你为什么躲在后面 你来到这里来 我就不来 我就有话就在这里说 你来呀 你过来呀 我有理 我不怕说 我就在这里跟你说 没有什么理 你明知道他有男朋友 你还抱着他 还亲他干什么 我就是那 那天是小倩喝多了 我不应该去照顾他吗 他喝多了 我只是扶了他一下 你就跑上来把我给打了 你那叫扶吗 你都抱在一起 亲在一起了 那叫扶吗 他那天就喝多了 幸好我那天去了 如果我没去 我不知道你们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喝多了 我可以跟你说 他却是是喝多了 而你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吗 也不算经常吧 因为之前他们公司 跟我们公司 有一个 比较重大的 合作项目 所以那段时间 比较经常在一起应酬 还有谈工作的事情 那工作的事 干嘛要谈那么晚呢 我跟他一起 有其他客户 也要一起在谈之旅 所以 有时候就会谈得比较晚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除开工作关系之外 你对小倩 是否有几份 类似于朋友 或男女之间的好感呢 确实是有点 那你现在承认了 是吧 你稍等一下 如果小倩是单身 你会追究她吗 肯定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的 真的非常优秀 所以这就很难确定 你能够完全维持到 男女之间的基本理解 因为你那些女的 我会压抑自己的感情 压抑 压抑多久 你怎么压抑啊 因为 当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我跟她的关系 只为知道 我们就是同事 黄先生 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你是小倩的男朋友 你看见她喝醉了 和另外一个男人 抱在一起 你会误会吗 我想应该我也会 好 第二 既然是你有理 为什么不来到现场 而且你也没戴墨镜 你离我们的现场 只有一步之遥 因为上次 她打了你 对 你是怕挨打呢 还是怕别的什么 我主要是不想 在现场发生一些 不必要的矛盾 那如果我能保证 你的安全呢 你来吗 我去 你刚才说 如果小倩没有男朋友 你一定会追她是吧 对 你现在就有个好机会 你等一下啊 你刚才说是来分手的吧 没错 分手 真分是吧 我现在无法容忍她来改变 真分 分 你有机会了 哥们 她要分手 你来现场吗 但是小倩 今天来 叫我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那个男的 所以 他们两个 还没有说清楚的话 我是不会去追求小倩 不错 我来说